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乌连云智能卡锁的安装方式 首先,咱们要准备一个十字的螺丝刀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锁的主要的几个部件 这是咱们的锁心 这两个部分是咱们锁的内外把手 这个其中有带面板的上面有数字 是装在我们锋外部分的 然后后面有电池卡槽子是装在我们户内部分的 这两个是我们锁的大翻头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两头的结构形式是不太一样的 这是我们的小翻头 这是我们的电池的后盖 电池的一个后盖 这四个是我们的锁心的固定螺丝 锦固螺丝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安装的什么流程 首先,我们要安装我们的锁心部分 在安装锁心的时候呢 来记住把我们的这个电云线呢 就是 电云线从后面穿出来 穿出来之后呢 我们先用螺丝把我们的锁心 和我们的门进行一个简单的固定 我们先对角 安装两个螺丝 是的 我们先用螺丝把我们的锁心 鱼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看我们的锁心呢 就是说颈部完毕 下一步呢 咱们是要接上 我们这两个电源线 和我们的门的内外的 机械把手呢 要进行一个连接 首先呢 我们接一下 门的外面部分 大家注意看一下 咱们的 卡槽呢 是在这个 塑料皮的后面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插接 插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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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好 哦 好 好 再接我们另外一部分的钉 大家看一下也是插进锁 插进锁之后我们再装一下我们另外一个大方法 我们安装完之后呢 大家注意看一下我们的螺丝给它内外进行紧固 中文字幕志愿者 咱们紧过完之后把我们的电池安装进去 最后一步我们的电池的卡槽 大家看这样我们的锁就安装完毕了 我们的电池安装 Mukbill 用火锅 我们的电池安装 中途都21年年日月的設定 像火锅 现在你的电池安装